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泰国喜剧《青蛙公主》 小凤是卖青蛙的商贩 他每天都会亲吻自己养大的青蛙 期盼他变成王子 虽然小凤的样貌惊奇 但他却觉得自己美若天仙 他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魔镜竟然碎了 他在市场上也因为长相和奇怪的举动而被笑话 一次他无意间进了一条蜥蜴 谁知蜥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黑衣帅哥 就在小凤沉迷于帅哥的美貌时 一群人冒出来将小凤给扛走了 等小凤醒来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一张大床上 而他的腿还在流血 原来小凤脖子上挂着八威国公主的信物 为了证实他的身份 宫殿的人抽走了他的血做DNA检测 小凤本来想逃走 护卫队队长呱呱的出现 改变了小凤的想法 小凤的身份一下子就升了好几个等级 他带着护卫队去报复以往欺负他的人 谁知DNA检测结果出来之后 结果显示小凤并不是公主 护卫队将他扔在了市场门口 刚结下许多愁的小凤就被追杀了 但很快护卫队又返回接走了小凤 原来皇室要利用他假扮公主 以把真公主逃过反派的追杀 小凤开始享受着皇家的待遇 有专门给他打扮的化妆师团队 也有负责教导他礼仪的老师 同时还有护卫队队长呱呱的保护 小凤简直乐不思蜀啊 但其实呱呱队长一直在寻找了真公主 八威皇室召开了记者会 小凤作为公主进行发言 却因为身高不够而出了痒下 很快反派就从电视上 看到了公主是小凤的消息 于是小凤成功地成为了谋杀对象 晚会上小凤因为喝酒而提前离场 呱呱队长将他安抚好就出了门 一群黑衣杀手进来准备对他行凶 却被喝醉的小凤误打误撞整骨一番 呱呱队长看到监控里的杀手 于是赶来救下小凤 小凤害怕自己小命随时玩完 准备收拾行李走人 却被呱呱队长带来的一封信打动 他决定帮呱呱找到真公主 他带呱呱去到给他项链的大师那 大师却不回答关于项链的事 只跟呱呱说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呱呱觉得小凤在戏弄他 谁知这个大师就是真公主假扮的 人面皮剧一揭开是个美人 小凤将项链还给公主 谁知这是一条铐链 可是刚找回公主 小凤就被反派给绑架了 幸好英勇的呱呱救助了他们俩 他们逃进了一间严禁烟火的工厂 反派很快地追上了他们 但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公主 就在一片混乱时 工厂内的器官开始泄露 而真公主的身份也暴露了 小凤为了救公主和呱呱拖住敌人 谁知对方追着公主和呱呱而去 小凤却因为手指被卡在煤气罐上 没法脱身 就在公主脱身准备回去救小凤时 工厂发生了爆炸 小凤被炸成重伤 但他因此被八威皇室表扬 还成功地收到了假扮公主的 一千一百万筹金 小凤成为了拯救公主的英雄 公主想让小凤留下来和他作伴 但小凤却拒绝了 临走前呱呱队长感谢了他 小凤还想用一千万交换呱呱队长的吻 但他看出来呱呱队长的不情愿 于是带着钱离开了 小凤又继续回去当他的小贩 这时他的青蛙回来了 原来爆炸的时候 是他的青蛙王子救了他 而他的青蛙也终于如愿地变成了王子 每个人都做过不切实际的美梦 过程中遭遇到了许多的嘲笑 小凤的梦实现了 那你的美梦成真了吗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